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黃昏南CanvasTV老師訪問第八集 亦都是本年度的第一集的老師訪問 這次的訪問很榮幸地邀請到三位新的中文老師 分別是李遠山老師、石一謙老師和黃昏榮老師 首先,有請他們做一次我介紹吧 大家好,我是李遠山老師 我目前中一至中四級都有教 中文的話,主要是中一、中二和中四 中三的話,就是教普通話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石一謙老師 我最主要教中一、中二的中文科 所以高中的同學比較少同學接觸 我教兩班中一、一班中二 另外,我有四班普通話 所以,同學見到我最主要都是在一樓或二樓 可能較少在其他樓層見到我 但都歡迎,如果各位同學想更多了解我們新老師 都歡迎你們多找我們聊天 我們可以教兩下 大家好,我是黃昏榮老師 我是教中二、中三和中四的中文科 另外,亦有兩班普通話 所以有三個同學也有所認識 希望大家有任何中文問題都可以隨時找我 好,接下來了今次的節目 我們就會分為兩個部分 首先,第一個部分 就會很簡單地回問各位老師的問題 第二個部分,我們就會玩一個很小的遊戲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想問各位老師 如果要選擇一個形容詞去形容自己的話 會是什麼呢? 如果我找一個字來形容自己的話 我這一刻不會想到一個正字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有很多事情 都很需要先有正這一種的心態 或者可能跟我性格有關 我本身是一個很好正的人 你看我選得讀中文或者我去教中文 都是這麼多學科之中 好像不文靜一些、靜態一些 而事實上我自己的一種態度 或者我馬上想起這個字 都是我很想寄予給各位同學 在現在我們這麼多資訊的香港 或者我們現在的世界潮流 很多的資訊流通 我們要消化很多的東西 但其實最關鍵的時候 都是用我們內心、安靜、定下來 才可以好好去消化 好好自己去了解自食自民 多謝剛剛各位老師的回答 相信每一位同學都可能有 中中學了一些東西 那首先 之後就是第二條的問題 第二條的問題就是 想看各位現在的中文老師 想看說 多時究竟有什麼原因 來驅使你 想成為現在的一個中文老師 首先我覺得 中文其實是一種很優美的語言 我希望可以做到自身作則 培養大家對主文學習的興趣 同時中文也是我們思想文化的狀態 我也希望可以透過一些 學問的教育 一些文言文的學習 都可以培養到我們的品質 和圖案都可以成程 第三條 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想問問 各位老師 你們認為去教導一個中學生 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或者課程上 最應該要包含的是什麼呢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我覺得教育文是一個很重要的 最簡單的要求 就是要有耐性 因為很多時候 尤其是在黃靠林 一家英文的中學教書 很多同學生都覺得中文比較遲耀 大家也會以英文、數學、其他學科為先 作為一般的中文老師 我覺得對同學生有一個最重要的內心和內性 就算他們作的文章 或者他們平時所說的東西 未必是這麼好 但作為老師都應該要循循自由 教導他們如何理解 剛才兩位老師所說的 就是文化中的一種很重要的生命 一種很重要的一個原素 一個哲學上的文章 所以縱然在一間英雜裏面去學習中文 其實老師對同學的內心是十分重要的 好 真是很感謝你剛剛講到三位老師的回答 我們這一部分的訪問環節就開始結束了 你接下來了 下一個環節便會是按起的文章 好 接下來我們現在來到遊戲的環節 這個遊戲很簡單 就是乘語填字 你們現在可以看到 或者在這邊可以看到 就會有一個四字詞語 就是我們會給了一個字出來 各位老師可以想到一個乘語或四字字 如果你們是符合到這個 criteria的話 就可以說出來 我們是計分制的 說多一個就是阿芬 好 開始吧 我們開始吧 黃陽寶露 鶴南雞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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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檀開 三並老奈 三 essential 十萬火金 十萬火金 當機立團 東到西歪 北四 早上 �éc小吃檔 小小 讚 歌音巨詞 蜜蜜 驚王七床 蜜蜜蜜 胃膜 配襪帽 開門件衣 塘臂擋居 車上馬路 木髮桃 雞犬不明 口字心悲 謝謝 今天的老師訪問就此結束了 相信各位同學已經看到我們的中文老師多麼風趣多麼幽默 那我們下一集我們跟老師訪問再見 拜拜 拜拜